然后咱们来看一下旁边这些珊瑚绒部分 咱们预留的格子基本上都是四个格子 然后只有是短边的这边 它是三个格子 然后咱们珊瑚绒部分都是两个格子 两个两根线咱们来缝的 双骨的线 咱们用双骨线来缝 缝制的方法和咱们冰条部分的是一样的 先找到咱们的网格 同样是穿进来 然后压线 这里在缝珊瑚绒部分的时候 可以多留长一点线 这样咱们就不用老去接线 缝制方法都是一样的 就是在注意在缝的时候 不要让这个线打结就可以 方法呢还是一样的 后面压线头 然后还按照上下上下的方法去缝 缝制方法都是一样的 曲线长一点的话 咱们就是接线次数 咱们会少一点 这一段这一边的话 咱们就大概是2米4左右的长度 曲线的长度就是2米4的长度 然后把它对折起来使用 就按照同样的方法 咱们去缝 缝到这个 它的侧边的时候 咱们这里是123455个格子 也就只有是在这个侧边的时候 是5个格子的 因为这里要有一个共用的格子 然后这边这里要有共用的格子 所以说只在这个区域部分 咱们是5个格子的 上下上下的5个格子 然后在其他部分都是4个格子 缝制方法都是一样的 咱们大家自己去缝 然后呢 告诉咱们大家 就是这4个边的缝制方法 都是一样的 所以说咱们大家就是这样去缝 然后一个边一个边的 去这样给它缝完就可以了 缝完之后 咱们就是缝合了 咱们拿到这个样片之后 把它翻过来 看一下 有这个地形扣的一面 是正面 是外面 咱把它翻过来 然后 没有地形扣的 就是咱们的包里面 咱们短的在左 长的在左手边 短的在右手边 咱们这样去把 侧一个侧边和这个包身 给它捏到一起 然后咱们还是断出 2米4的线 同样给它 折叠起来 然后缝合的时候 也是用双骨 咱们把它对折好之后 这边捏齐 然后对折好之后 它每个格子都是相对应的 然后咱们再去缝 这里留一点线头 然后同一个格子里面再穿 然后穿到下面一个格子 看一下 它这里穿了两侧的格子 因为是相对应的 所以一起穿过来 这样就缝在了一起 然后再穿到后面去 始终针都是从后面 穿到前面来的 然后再从后面 穿到前面来 这个线头 咱们不用管它 就一直压在里面 就可以了 然后这个边 咱们把这线穿到里面去 然后把它穿到这边来 这两个边给它捏在一起 看一下 基本上就是这样的状态 咱们现在一个边 一个边的方 这个边也是同样的 捏到一起之后 它的格子是相对应的 线缝在这儿 然后从这边上来 线不够了 咱们就把线头藏起来 藏到咱们缝到这里面 然后来换线 然后这一个边 还是按照同样的方法 留个线头 两边固定在一起 然后这样去缝 一直是针 从后面穿入到前面 然后这边 捏在一起 然后这个小边 这个小边 把这个线 把它穿回到这个位置 可以过渡一下 从网格里面过渡一下 然后继续沿着这一边 这样去缝就可以了 稍微想到咱们自己去缝一下